这个开着不起眼粉色小花的植物 叫做花皱草 通过岩石摄影 我们可以看到 在花朵的中央 有一个挥舞的小锤子 这个小锤子 叫做荷蕊柱 花柱草 通常只有十几厘米高 它们的叶子 生长在茎的基部 像莲花一样排布 类似于我们常见的蒲公英 它们的熊蕊和雌蕊 合二为一 形成荷蕊柱 在正常情况下 和蕊柱向前伸出 形状就像一个击打的扣锤 扣锤顶端的锤头 是成熟裂开的花药 花柱草花灌的五片花瓣中 有一片退化了 为和蕊柱向前伸展 留出位置 这是一盆花柱草 它的花有一个神奇的现象 我可以用手中的这根牙签 来模拟一下昆虫停留在花朵上的场景 和蕊柱就像一个精巧的机关 平时处于待发状态 但当有昆虫触及花朵 它的和蕊柱就会在10到20毫秒内弹出 垂击昆虫 就这样 把花粉拍打出来 粘在昆虫身上的同时 将它们赶走 似乎在敦促昆虫们 赶快去帮助它传粉吧 当鸡垂完成后 花柱草的和蕊柱 就会慢慢地张开 回到原来的位置 准备下一次垂击 所以 花柱草又有一个形象的英文名 Trigger Plant 触发器植物 花柱草也属于石虫植物 因为它们的茎 鳄桶和鳄片上 都有捕虫蟹毛 类似于毛高菜 顶部线体呈红色 但是 它们的蟹毛 实在太短小了 所以 只能捕捉一些非常小的昆虫 比如蚂蚁等等 看似不起眼的花柱草 却有着精妙的结构 吸引昆虫 垂击昆虫 利用昆虫 它们是如何进化出精密的机关 又是如何博弈出这一系列行为 巧妙生存的 还值得 我们去探索 如果 你想和我们一起 探寻 城市的精灵 寻觅 丛林的故事 那就点赞 关注和收藏吧 这里是TIC 蜜剑丛林频道 我们下注